鼓勵 另外 有首歌我想大家 在這個時間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同時就有首歌 You Raise Me Up 有這個歌詞呢 我看到或者聽到 我都感動 憑決心 可把信念填結 如逢逆境 仍可以向著前 碎逢節珠 都可以找到你頂住 危急當中 警方都會在線 遊行半邊的衝擊 只當巧言 常不欲理 兼且將歪理騙 但避免 都只因我站在前 而避免 這信念 警方 終究未必 另外的歌詞 還有的 或者 大家有機會 可以聽一聽 或者看一看 但是最後一句 我可以跟大家說 各位同事說 我們是無悔者生 I am a police 是 許Sir想了解一下 對不起 鳳凰衛市 近期警方 是投入了那麼多的人力 在佔中的問題上 現在想了解一下 在其他作用處理上 有沒有出現到什麼情況 現在警力是否足夠維持 謝謝 至於我們剛才所說 我們警隊會有個足夠的安排 我們要令你調配那些人手 但假如是長時間 長時間這樣做 我們現在的同事已經是 很長時間工作 去用去額外的時間做了工作 其實在其他警區的前線服務 大致現在都是很有效的 因為我們的同事 是盡每一分力去做 但是長時間下去 都會實際上影響到 我們其他對市民的服務 我們最不想見到 就是 那些不法分子有機可乘 令到市民大眾受害 謝謝 謝謝 請問一下 剛才你都說 心理輔導那裏 都收到一些求助 想問那個求助 是否前線警員特別多 以及其實有多少 另外就想問一下 之前那七個 涉嫌可能是打人的警員 都有說是晚黑組的 其實會不會說 有某些組別的同事 或者未必適合擔當這些角色 就是 以後再行動的時候 會不會考慮部署 就是不會找這些組別的同事 去做這些職務 謝謝 多謝問題 首先我們警隊 他一向是積極推行關懷的文化 我們有一個完善的 壓力管理的訓練和教育系統 我們增強我們前線警務人員 其實各級人員 一些抗疫的能力 我們警察心理奉科其實呢 在去年呢 已經是發展了一套叫做 大型公眾活動的心理裝備的課程 這些課程呢 是涵蓋了我們警務人員 在行動之中 一些深深的照顧 對自己工作的認同感 和認識各種心理的一些情緒的範圍 我們每一個同事 做每一個崗位呢 都是經過 深思熟慮 認為他適不適合做 才會讓他做這個崗位 所以不存在 有些同事呢 是不適合做現在的崗位 謝謝 其實都是想追問回呢 剛才有記者提到 說有多個示威者呢 就投訴被警員有打到的 那會不會警方會主動去調查這些事件 還是都會叫他們去回警察的 投訴貨那裏處理 各位警方和消防就講狗的示威電傳媒 被記者問到 為何不公布 懷疑使用過份武力對待 示威人士的7名警員的身份 警方就說 案件仍然是進行刑事調查當中 只是安排六口供 所以現時是沒有實際資料 另外被記者問到 怎樣確保記者可以在採訪當中 不用被警方執行 任務的時候可能會弄傷 警方就說 希望大家都理解明白 警方當時是面對激烈的示威人士 但警方是尊重新聞自由 希望以互量互讓的方式合作 而前線警員是不眠不憂 勞心勞力工作 面對非法集結的示威人士 還被人批評是黑警 但警方是要重申 他們維護正義這一點是不會變的 無論警員情緒出現波動 警隊管理層是明白和體諒 亦都有為警員提供心理培訓 現場情況暫時在這裡 休息回來會有其他消息